华语电视史上永远无法翻过的九座大商排名靠后 自从电视兴起以来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华语电视剧 其中一些佼佼者更是被称为经典 它们就像是一座座大山 后世无论怎样翻拍都无法超越 黄日华版的天龙八部便是其中一个 经常被调侃自带BGM的乔峰 另一部仅用著作改编的汪美玲版射雕英雄传 把过境的忠厚 黄荣的古灵精怪演绎的淋漓尽致 老板三国演绎 原著还原率极高 台词忠于原著 不仅很有三国时期的气息 一代经典 由本昌老师出演的技工 简直是把技工 方峰颠颠的形象也活了 主题曲也是快之人口 包青天 无论是人物造型还是演技台词 这一版把包整得铁面无丝塑造得极其成功 黄元圣的大侠霍原甲 大家比较熟悉的火云鞋身梁小龙 在其中当配角 讲述了一代宗师或原甲的传奇一生 新白娘子传 其 不论首播 仅仅06年在中央电视台重播 收视率就永多第一 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重播的电视剧 能够破这个纪录 环珠格格第一部 琼瑶剧的巅峰 后续拍的每一部收视率 都再也比不过这一部 每年暑假 统治各个电视台的神剧 西游记 一代又一代人的经典 当之无愧的大山 以至于后世多次翻拍 都无法与切笔尖一二 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浩南最快的男人 不是郑凯诗列臣 眼尖的网友发现黑幕 不知道昨晚的跑男大家看了没有 反正小编是看了 不得不说 这一季的跑男还是有点意思的 起码各位MC都比以前要投入了 做游戏什么的也比以前拼命多了 而在新一期的跑男中 有一个游戏叫做对抗大黑球 在跑男中以速度组成的小恋抱正凯 挑战了两次三十米才成功 这也让观众为他捏了把汗 本来就有传闻称郑凯将退出跑男 这次如果三十米还没跑到 就真的地位不保了 至于我们的小鲜肉路寒 速度方面也是不差的 毕竟有高速公路之称嘛 但是我们的小路也是挑战了两次三十米 最后才得以成功 小伙子还年轻 这样已经不错了 还是要给予鼓励的 重头戏来了 李晨跑男里的最强者 但是速度却一直不如正凯 陆航等人 但是在这次对抗大黑球游戏中 竟成功挑战了三十点二米 让人佩服不已 但是呢眼尖的网友发现 李晨已经在跑的时候 黑球还没有下来 所以他才能获得胜利 虽然不知道网友们的说法是真是假 但是我相信大黑牛的实力还是在的 据说这是史上 最难的一道智力测试题 i2没有达到140的人 基本答不上来 i2在100以下的估计 都理解不了答案 两个女孩一起用餐 她们都喝了冰红茶 其中一个女孩喝得很快 另一个女孩刚喝了一杯 她就已经喝完了五杯 喝了一杯冰红茶的女孩死了 喝了五杯冰红茶的女孩活了下来 后来警察发现 所有的饮料都有毒 喝得多的女孩 为什么没死为陈浩民 生了好几个孩子的奖励纱 身材比杨幂威比还要好 佟丽娅当了妈妈 王丽心当爸爸 陈浩民妻子又生了 周杰伦儿女双全了 现在的明星似乎都是在拼娃 不过说到生孩子 小编说句公道话 陈浩民家排老二没人敢称自己是第一 交去奖励沙特别争气 生起孩子来以一年一个 而且居然都是破妇产 陈浩民与妻子奖励沙是2011年 在长沙民政局登记的结婚 而大女儿陈亚如就是同年11月在香港铜锣湾胜保禄医院出生的 自从这以后二儿子儿子陈景三女子贝尔 到后面的老四 两人都是连着五年 一口气抛妇生四个娃 这速度和胆子 看得吃瓜群众隐隐觉得刚颤儿啊 为了生娃也是拼了老命了 而且这数量 感情是要生一个足球队啊 吓人的不仅仅是生孩子不要命 而且奖励沙生完娃之后恢复速度 也能吓死人 奖励沙经常在微博上晒带孩子日常 之前还 又带着她的孩子们在游泳的照片 而且晒出了自己的泳装照 看看这大长腿 身材比例 不敢相信这是生过那么多个孩子的女人 简直是绝震撼有目有 魏晨浩铭生了好几个孩子 却依旧身材好到报 而且没有认身纹 微比杨幂估计都比不上 而且怀孩子以后肚子上的认身纹 是很难去 更何况是生过那么多孩子 而且这个就算是时间够长 也很难恢复到肚子上连巴痕都没有 说实话脚边有点坏 以她的肚子才智 要知道顺散的Angela Baby 前段时间还被人拍到妊娠门 不过之所以恢复得快 也与她的体质有关的 蒋丽莎爱打篮球 而且整整坚持了六年 曾多次代表湖南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大赛 而且她还拿过国家 一级军动员的称号 难怪她身体素质那么好 而且她还是2003年 湖南新思路摩托大赛的季军 既然是摩托 身材肯定美得飘了 再看看她的孩子 大女儿线 再已经显出大长腿了 其他孩子也很可爱 看了那么完美的家庭 再看看那么可爱的孩子 这样幸福果然冒险也值得